近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开披露浙江市场上血验大肆造假行为 同时还揭露了7月26号有人冒充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在杭州举行所谓的新闻发布会 介绍马来西亚燕窝的安全性 浙江省工商局向记者提供了7月26号在杭州举行的山寨版新闻发布会的部分录像资料 经查证会上自称马来西亚边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局 马来西亚出口兽医检验局马来西亚燕窝出口工会官员的人士涉嫌假冒 而宾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局进出口卫生部出口兽医部纯属子虚乌有 随后记者致电马来西亚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馆工作人员表示 马来西亚方面已注意到相关报道 马来西亚官方近期没有派任何官员到中国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燕窝的安全性 目前马来西亚农业部正在调查山寨新闻发布会上 两名人员的真实身份 连推卸产品的人都是假的 这产品还能好得了吗